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飞 白张飞 他这个也不能说速通啊 反正就打这个武将争霸啊 武将争霸大家都知道 在三国时期呢 这个咱们基本上碰不到啊 这种情况啊 你经常能看到的什么 武安国队吕布啊 三营战吕布啊 又马超队许楚啊 又什么张飞队马超啊 你只能看到这个 但是你很少看到 你就所以说游戏他的 就非常魅力就在这了 咱们可以看到啊 张飞刚上来 居然要蹂躏一个女人呢 最可气的还是自己的嫂子啊 你去 这个 处女变大嫂啊 你去 这个 哎呀 这个飞哥啊 这个非常有气啊 那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的这个 咱们要跟大家隆重介绍一下 这个呢 其实也不是速通了 咱们还是开个小玩笑 看标题就知道 这个呢 是进招 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呢 基本上进掉了 就基本上进掉了 C和D 不能说基本上 C和D是完全进的 但是它最主要的是 它用狠手的跳 你看刚才都用跳啊 也没打到什么人 进去就用的很少跳啊 这个除非是你像什么 下下这个 下下这个不是下下去了 这个跳正咬手 可能用了几次 这个呢 就是说可能用的比较少 一般就是下红鱼渊之类的啊 这个当然这个 有的时候是曹皮 有的时候是 有的时候曹皮 有的时候是这个曹张 所以说呢 这个有的时候路线 它也不一样 别看是五江争霸 但是咱们可以看到呢 现在这个 前面的人物呢 就是送给你打击的 这个乱世骁雄 跟风靡再起 是一样的这个设定 他呢就是说呢 对于这个连招 是有一样的设定 他如果说你正常的打的话 像那个一点一点去A 它是不涨分的 你只有通过了一定的这个 通过一定的连招 才能打出这个分数 而只有分数 才能让你的等级 加到这个 对吧 比如说过了十级 攻击速度变快 对吧 这个只有等级 只有分才能改变一些 但事实上呢 这个 这个乱世骁雄呢 他的攻击的这个 这个效果啊 还是跟这个 风靡再起 还是有点不一样 他打完之后 那个字啊 一看那个迟钝性啊 他跟那个就不太一样 这个你看 那个九连十连十一连 但是呢 他还有一个就是说 起身压制的时候呢 可以利用自己的这个单A 而且呢 反身位的反反的 这个前前撞 可以看到用这个来连招 是非常赖的 123 前前撞123 4 然后这个狂风式A一下 然后再利用这个 下下手的这个蛮牛式 咱们可以看到的 这个 再有一点啊 这个就是传说中 三国战级 乱世骁雄的这个 原版天王难度 天王难度 大家都知道啊 就是比较难了啊 这个他都懂的 咱们可以看到 现在 最后一点血 再有一套 就没有任何问题 夏侯敦呢 也是 曹军的预言 这个大将啊 曾经也是跟关羽 单挑过啊 虽然说没有分出胜负啊 在过五官斩六将的时候 但是事实上呢 正常来说夏侯敦啊 也算是不弱啊 他这个人非常刚烈啊 对吧 你懂的 为什么说刚烈呢 因为他 他居然是跟吕布啊 这个对战 然后被射了一只眼子 还能这么眼睛吃了 但是话是这么说的 事实上谁能说明一切呢 毕竟一个独耳龙啊 在战场上 可能看不到很多的这个 你比如说这个防冷箭的 或者说对方这个什么是灰大刀刺枪 你对吧 你可能你看得不是很清楚啊 蛮有一身力气 那可不行 对不对 这个意思 那事实上呢 这个武将这个东西呢 到你没看到三国后期 很少有这种说 这个啊 这个挣钱啊 谁去挑战啊 光光一顿打 后期基本上很少了 所以说呢 到后期都是这个 这个三国前期是武将 特别厉害啊 你得这个吕布啊 得天下啊 得什么关张 这个关张赵啊 得天下等等之类的 你像这个袁术 最起码他有技灵的 是不是 但是呢 你你看三国后期 具体是将帅之财之财啊 这个你你你你点是文臣 厉害 这个不能说也不能说文臣 你说武上上阵能杀敌 你像什么张辽啊 张和 你像这个啊 这个江维这些武将也可以啊 刀法都不错啊 枪法不错 然后呢 你你你你你正常 如果说你打这个啊 你正常你打这个进攻啊 当然这个你打这个 这个不是进攻去了 你打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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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算是将帅之财的 这个属于 比如说排兵不振 或者说是计谋啊 对吧 你这个呢 还很重要 你光说你说 你你你像那计灵 对吧 就没有一点 没有一点这个谋略的感觉啊 这个计灵啊 对吧 是元术手下 第一元虎将啊 最后也是 也是死了啊 这反正情况的 这么个情况 你像这个吕波 有勇无谋啊 表面上很有谋技 其实呢 是这个成功给他出的 但是呢 你像这个刘备的军团 就不一样 你像这个啊 赵云有空营记 张飞呢 有这个对吧 这个长板桥上啊 一声怒吓啊 对吧 包括这个宜兵啊 固有宜兵阵啊 当然还有一些什么 进入川入蜀 对吧 苦肉记等等之类的啊 这就是这个 这是福将啊 张飞啊 二哥啊 也是深有套略 但是这个是怎么说呢啊 事呢 就是这么个情况 希望呢 大家能够这个 这个好好的 这个分析 就是到底什么样的 这个才华 才是就是三国章中 最值钱的 你像这个 能搞内政的 很值钱 什么诸葛亮啊 张昭张红了 对吧 内部啊 整好了 这很重要 就像你玩这个 什么刀塔呀 你玩什么 这些就是这个 刀塔类的游戏 罗瓦 辅助很重要 在一场比赛当中 一个辅助如果没打好 那么输出 没有输出位 对吧 这个控制控制不好 反正是事呢 就是这么个情况 希望呢 反正是大家 能都能理解 都能都能知道 比如说 你像这个司马仪 他呢 就是变态了啊 他除了这个行军布阵打仗呢 非常厉害 对于这个 对于士兵的这个教诲 你看 祝国亮曾经说过一句话 你看这个 夏侯茂 夏侯茂 曹真 他就他就对吧 他就看起来呢 就特别的这个 可能是祝国亮的 不放在眼里 虽然说曹真啊 也是很厉害的一个人 但是呢 这个祝国亮呢 就就不虚他 他一看这个对方的 这个这个这个阵营 发现这个包括排兵布阵 包括这个 在哪扎营 在哪这个对吧 什么时候吃饭 什么时候起床 这明显 这明显是主帅换了 这就主帅 他不一样 这个你像司马仪 像咱们这一次 司马仪这个boss啊 又文武双拳 这个武呢 包括你像司马师 他大儿子 司马昭 从小也都练武 这个司马仪也一样 但司马仪呢 他就比较阴险 他在内 他在这个政治方面上 也是很厉害 而且你可以看到 他这个赚得 这个曹真的信任 对吧 曹真最开始啊 对于司马来说 是有抵触的 对吧 他不选这个司马仪 然后后来呢 这个没办法 司马仪觉得司马仪忠臣啊 忠臣啊 对吧 曹真是这个 算是杨子 算是这个 这个曹操的这个杨子啊 属于这个比较 这个属于这个 这个也算是一员 这个不可多得的 一个将帅制裁 但是 出个量气死了 这没办法 但是咱们还是要扯一句啥呢 你像这个 真正要得什么呢 你得得 忠心是最主要的 如果说你想要将领 忠心 你不忠心 你就不行 早晚的 你比如说 你像曹操有寻遇 有徐树 你这都不忠心 给你也没有用 不给你出计谋啊 你像这个到后期寻遇 对吧 你想 你想当魏王 当这个对吧 你 你这个 对吧 你明显 你想当周文王 你想让你的儿子 当周武王 对吧 我不干呢 我是大汉的臣子啊 所以说 情况呢 就不太一样 咱们可以看到这个沙漠科 这也属于蛮王啊 所以说这个 但是这个蛮王呢 你说跟张飞 正式的对拼 那还是有点扯啊 当时呢 人就叫做南蛮啊 当时咱也不知道 现在呢 都说 后期啊 都叫北方是蛮夷啊 这都这么说啊 但是说这个 现在就 当时是南蛮啊 解释不了啊 那确实是 其实咱们中华的发言地 应该算是这个中原嘛 河南那边 后来呢 发坏到这个 这个渤海湾 再后来 这个版图越来越大 到南方啊 这个 什么吴家客家啊 这个 都有 反正说 那个时候呢 如果没猜错的话 这个南蛮可能就是什么云南啊 是什么越南老窝那片的人嘛 可能就这个情况 包括这个孟霍 这个孟霍呢 他属于蛮王孟霍 他呢 是统治了所有部落的这个 啊 这他很厉害的 他很厉害 他统治了所有 他去哪呢 很多人都是都都都都都在听他的啊 所以说这个南中啊 那时候有个南中保卫战嘛 这个对吧 这个祝荣和这个孟霍他们嘛 但是这个 其实在小说里面 你说这个祝荣啊 确实 对吧 有两把刷子啊 这个这个这个武力也很厉害啊 但是呢 按正常来算的 这个这个祝荣呢 算是 咱说就算是一个女谋士吧 他属于这个 呃 比较深得这个孟霍的喜欢的 这个一般啊 这个祝荣说什么孟霍都相信啊 这个不是不是相信啊 他都听 所以说情况就是这个意思 大家怎么可以看到呢 现在啊 这个解说到这啊 这个老讲故事了 呃 大家都知道啊 武将争霸是非常简单的 这句话怎么说呢 他基本上就是每 每关都一个boss啊 这一个boss呢 对于玩家来说 一个boss就是特别特别的简单啊 这个不像曹操说过的那句话 曹操呢 打这个寒隋跟马超的时候 说过这么一句话啊 战胜一个人呢 但是战胜两个人就特别容易了啊 这个可以离间啊 天中落夜 但玩游戏可不是这样啊 你肯定是先打一个牛逼啊 这两个打你 你打着一个正在连着爽的 那边摸你一下 你就中断连技了 确实是啊 就很郁闷 所以说咱们可以看到 现在这种情况下 呃 马上就是最后一关 所以说咱们看这边呢 这个张飞 呃 基本上都也不吃血啊 也不用点啥 主要就来看这个真英雄啊 武将正骂之后 那个真英雄啊 上来就是两个boss啊 比如说两个骑马的啊 两个这两个大的 好了 不吃血 这个很多人认为 他是怎么会 是不是费血了 其实不是啊 他这个没有费血 他只是这个升级了 连续的升了这个 对吧 升五级就是多加一个血格啊 就是血量上限加了一下 好了 这一次是曹操 这个三国时期啊 有一个人叫曹操 那么这个曹操 他最喜欢吃什么嘞啊 这个所以说 怎么可以看到 这个曹操手里拿的 这个才叫他们以天剑的啊 好了张飞 这一套招 咱们可以看一下 我了个擦呀 这个将近大半碗血 而且一共就两碗 一二三 前线状 一二三 一二三 狂风质啊 选择是蛮牛式 这样的话 三套招 应该就能打死吧 好的 这样的话可以倒 抄臂杀 躲开了这个曹操的这个 所谓的全屏攻击啊 跑了一个屏幕位 前线状 一二三 再一一二三 狂风式 好的 没有出狂风式 直接就死了 这样的话 这边升天了 曹操升天了 好的 这样的话 这个马上就是真英雄 真英雄两个boss啊 就是非常的变态 咱们可以看一下 今天真英雄 应该怎么打 咱们大家也是拭目以待 这个事实上呢 很多人呢 都应该没有玩过这个游戏 不能说没玩过这个游戏 应该说没玩过武将正瓦 这个特别特别 特别呲了 咱们可以看 好的 这一次是两个马 可以看到 现在正在利用屏幕歪轴在勾野 好的 这个连招 咱们可以看到 一会儿就要冲刺了 但是 对 果然是要冲刺了 这样的话呢 就不给他连死的机会 一二三 马牛是一二三 好的 这是从九连开始断 好的 狂风式 在这次强制强制的冲刺 这是防止被你一套招连死 他这个冲刺是无敌的 咱们现在在勾野 非常的小心 如果一旦被摸到一下 这个伤害也是非常狠的 所以说现在正在找机会 再勾引过来看看 好的 拉上来了 这样的话 一二三 一二三 九过来 直接一个狂风式 直接摸死 好了 这样的话剩下一个boss啊 那么就 真的是简单的要爆了啊 你可以看到再勾引 好的 这个狼牙棒还是比较狠的啊 这个带狼牙棒不行 你得带狼牙套 好的 前前撞起手 一二三 这样的话可以打十连 然后再再再找机会 往后拉 蛮牛式起手 这样的话 还是要打十连的感觉 然后强制前前撞回身 可是个月级啊 其实月级和彻底级呢 很多人就觉得啊 这小狼 那个月级是排在彻底级后面 这个月级是比彻底级要猛 其实这个彻底级啊 他是月级的这个部落首领 他是西枪的首领啊 那个时候 你看有这个南蛮 有南蛮有西枪 有这个叫仙碑 哎呀 不是也不是 发生什么事 反正反正那个叫什么 就是哎呀 想不起来了 那个那个 北方的一个乌丸啊 叫乌丸 那个那个也是比较赖的啊 反正反正反正 反正就属于那种 游牧 少数民族的那种感觉啊 这三国时机那时候就有啊 因为当时本身秦长城吗 防修奴 后来这个修奴 那把跑到这个匈牙利 这不也是这么回事吗 反正就是这么个情况 这个民族这个东西啊 大融合 像五湖乱华的时候啊 带到后期啊 基本上这个是说汉人 说汉族人 他说血统啊 都不不纯了啊 小狼 当然小狼 那不是汉族的 小狼是满满汉 通婚啊 你对不对 你看啊 其实这个 最近呢 有一个网上有个帖子很火啊 就很多人问这个 这个元朝和清朝到底这个 算不算这个 这个中国的算不算中国啊 人家说什么牙神以后 什么无中国 这日本人说的啊 那都是啊 那精神病那都是啊 其实怎么说的 你看那个元朝 你看蒙古族 这个元朝是什么 属于什么意思呢 他呢 他是他朝的按理说 他应该算是蒙古的朝代 但是呢 他统治的地方是中国 因为生存的人是汉人 所以说他实在非常短吧 60年吧 然后就被这个明朝给打下来 这个汉人恢复河山 再后来呢 这个满清这个达子 所谓的满清达子啊 入关啊 他过来之后呢 我个人觉得 首先呢 他自称自己是满族人 你想对啊 我我我我目的是来这个中华 对吧 来这个咱们这个中原啊 我来这个中国这片大路上 我对我是要经营这儿了 我是满族的满满满猛啊 满猛这个满猛生命线吧 日本人写的 对吧 满猛是优等人 然后汉人稍微弱一点 但是后来呢 这个对吧 他以汉治汉 对吧 你是官是汉人 对吧 大官也有汉人 对吧 有汉人官 然后呢 还有什么呢 还是满汉的 后来也是可以通婚 最最开始呢 是犯了点小错误啊 什么什么扬州 食图 是扬州三日 家政食图 什么这些那的啊 是也有点那种南清大树擦的这个意味儿 但事实上呢 后来呢 这个也是一一有立碑 二人家免税 对吧 这个 但是到清朝后期呢 你可以看到到清朝后期的时候 整个中中华民族 这个对吧 都流辫子了 对吧 这个这个 这个王国的时候吧 对吧 你像八国邻居于入侵 对吧 也有大部分人 也是啊 这个国 国家有难 批夫有责 是不是 也是 反正认同 认同这个国家 认同咱们这个 这个这个满清统治的 这个这个东西 但后来呢 咱们这个中华民国 啊 那是众望所归 咱们就不说 最后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 当然啊 在我们毛爷爷 代理一下也是 对吧 也是这个最后啊 这个 以一统江山 当然现在还有台湾啊 事实上台湾咱们也是同胞啊 但是在这里 咱们不提这个事啊 当然这个刚才啊 这个小狼的号被盗了 所以说 不管你们听到视频 这个审核优酷的 这个大大们 我希望你们不要这个 对吧 不要这个封杀我 因为我说的都实话啊 这个意思 好 都可以看到现在的这边 曹章 打死这个夏侯之后呢 打曹章 曹章的是三国时期的一员猛将 他呢 是黄须尔 这个曹章的儿子啊 各顶各的都非常厉害 就 所以说 但是呢 最像曹章的人就是曹丕啊 非常厉害 韬光养晦 非常的猛忍 到最后呢 对吧 这个夺得了这个柿子之位 啊 这个曹冲 曹冲 是很牛逼啊 就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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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啊 这个嘎臂打了啊 对对对对 对吧 曹直啊 学文 曹章学武啊 你说你说曹章这些儿子都挺厉害的啊 但是呢 据说这个曹章呢 号称黄须尔 他生出来胡子是黄的 而这个曹操呢 胡子是黑的 我怀疑是不是他亲生的啊 就是 所以说这个事呢 我不知道你们理不理解啊 当然这个事实上呢 这个曹丕呢 其实也算是挺厉害的 这个孙权对他的评价什么呢 曹操很厉害 曹操很难缠 曹丕呢 这个就比曹操要弱 曹丕呢 只有曹操一半的实力 但是呢 曹操是乱世枭雄 那么厉害的一个人 有他的一半也很给力了啊 但是呢 这个后来啊 这个曹瑞又上来了 这个孙权又开始说了啊 这个曹瑞呢 只有一半这个 一半这个曹 曹丕的实力 他后来呢 这个曹 曹瑞呢 这个御驾亲征 在战胜了这个陆迅啊 所以说 这个曹操的后代还可以啊 只是这个 只是情况他不一样啊 这个咱们可以看到 现在这样的话是 这个是铝萌跟貂蝉 咱们之前都解说过啊 这个铝萌啊 这个貂蝉呢 本身就是 好了 怎么可以站一下蹲 然后站一下蹲 站一下 这个打这个貂蝉很有趣 因为他是一个比较特殊的 这个boss 所以说打起来呢 后仰特别快 而且第一时间还会抢招 好的 把牛适过来 哎一下 这个真英雄 难就难在这儿 两个人啊 这个打你 好的 哎 差点儿 如果刚才一旦再打出几点攻击的话呢 这边雕山肯定就死了 剩下一个铝萌好的 直接一个必杀 传说中的夜叉探海 这样的话 留下一个铝萌就特别好打了 1234 狂风势 然后123 第二第三点没打中啊 再抠中一点 然后呢 找机会 这个铝萌 他的防御力还是肯给力的 说到这个铝萌 咱们也都知道啊 这个曹操的儿子是越来越犀利 这个孙权的儿子呢 越来越弱啊 他只有靠这个将领去去去帮他 然后这个将领呢 一个死的比一个走啊 你像先是周瑜死了 然后鲁肃死了 鲁蒙死了 陆迅死了 张周死了 雇佣不干了 然后这个 这个换到这个 对吧 这个这个这个 就是什么 诸葛克啊 诸葛克啊 这个大逆不道 孙琛啊 大逆不道啊 这就是后来丁凤还能强点 然后王国了 你这 反正蜀国呢 到后来就没有人可以用啊 诸葛死了 就江维 江维还不会搞内政 就让这个皇后啊 给欺负个B型啊 一个大将军啊 你们懂大将军是什么 大将军就是整个这个国家里面 最厉害的一个 对吧 一个武将了 大将军吗 对吧 之前咱们说过啊 这个大将军 大司马 大司马就是这个 比将军要厉害一点 这个咱们都解释过啊 这个大司马 然后还有这个 司徒 司空 当然这个就没啥厉害了 像那个太傅 你像那个师傅太师就厉害啊 太师啊 太师的黄 当前皇帝的这个师傅 太傅也是 太傅呢 就只有立仪式 什么叫立仪式 太师和太傅 是怎么立的呢 就是说我这个皇帝啊 我没登机的时候 哎 你教我 然后到时候你来的时候 我封你为这个啊 我封你为这个 对吧 师傅 因为你看那个 当时这个董卓嘛 太师嘛 为什么叫董太师呢 因为他扶植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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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这个 就叫什么来着 叫 叫陈流王 哎 不叫陈流王 哎 就是 就是这个 这个汉县帝嘛 汉县帝 然后呢 就是 他扶植他上位的啊 然后封这个 封这个之前 那个皇帝为陈流王 应该是这么回事啊 然后呢 这边上位了之后 那我就有点封你为太师啊 当然了 如果说呢 这个政权比较稳定的话 这个皇帝上来 你就像那个 无主孙亮啊 他封人 你就祝可 祝可克是太傅 太傅是 对吧 人说算是 不能说皇 算是皇帝的师傅啊 那 你想想啊 从小一起教的 但是呢 不能像太师 那么那么尊称 因为他不是先皇的 那个 对吧 仲臣 他不是先皇的仲臣 他只是你 招募进来了 所以说 因为你 你先皇的是 朱格锦 对吧 他儿子 所以说 就封为太傅 这个到后来 就不能再历了 比如说 现在这个太傅死了 这个就没有太傅了 就没法再历 情况呢 就是这么个情况 所以说 解说到这儿啊 就感觉到怪怪的 不过咱们可以看一下 张飞一世轮回 真英雄 又是打到了司马仪 这个说实话 咱们这个 这个玩家辛吉 是乱世骁雄当中 最犀利的一个人之一了 所以说 他打出来的录像 都是非常的精彩 咱们可以看到 没有不费 吹灰任何的吹灰之力 只要 但但凡他是一个boss 那就再简单不过了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缺陷遗憾了 加上下一关呢 是 还有三关 还有这个三 三组人 所以说下一组呢 应该是 类似于像什么 这个许楚啊 这个黄盖啊 这样的人了 咱们看 包括 或者说是你像这个 再是那个叫什么来着 许楚黄盖 再就是曹张 不对 这次是直接来到了房顶上 这样的话呢 是随到了陆迅和沙漠科 这样的话陆迅呢 是很烦人 先把沙漠科打死 这一下 挑起来 一个蛮牛士 陆迅呢 其实也是一个 非常郁闷的人啊 咱们之前都解说过啊 他的父亲是陆康 曾经也是跟这个 因为他是江 他们才是江东人啊 这个 这个这个孙策啊 孙坚他们是江西的啊 所以说这个 反而反而是有仇啊 后来呢 由于这个江东政权 以利三世非常稳固啊 根深蒂固 所以说这个 反正呢 谁跟这个生活过 哎呦 好的 抠过来 这就是说难度 难点就在这了 当然咱们跟大家说一下 也是禁这个吃药的 所以说死人也是非常 对吧 也是非常能理解 咱们看现在直接站 这样的话呢 就压力就太少了 因为这个陆迅的表面上 看起来是一个敏捷型英雄 但是咱们玩家厉害啊 只要你是一个人 几乎就是一个字啊 死 咱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还是打曹操啊 比较过瘾一下 这个曹操血量 虽然多啊 但是 实际上防御力 有点不敢攻为 咱们可以看到 好的 由于这个曹操个子比较高大 所以打起来非常爽 这种情况下 不要着急 往下利用这个歪轴来卡位 一定要利用这个歪轴 好的 连续了 A来A去 A一下 刚才没敢再继续 再次的反击 好的 离得比较远 回身 这个冲撞 打得非常及时 这样的话 顶过来之后啊 就比较安全了 但是血量也不是很多 刚才被陆迅的一个三连击 打得有点措手不及 所以说咱们看看 接下来 接下来还有一关 就是 就是那个 魏延的那个水下 那个关啊 那个小溪那个关 就是那一关 看看应该是 应该是曹张 哦 许楚 不对 居然是跑到了 先到房顶上 再到房顶底下 这个设定有点不好 所以说这果然 我说啊 少了个许楚吗 咱们看 打许楚 许楚的也是属于 个子比较高大的 现在先把这个孟霍啊 这个先先行给打死 呃 夜叉探海 利用必杀把地方弹开 然后回身马上 A掉这个孟霍 孟霍呢 还有一套招就会打死 哦 一套招就打死了 这样的话 许楚 谁敢惹我 123 情形状 123 123 狂风式 好的 咱们看 现在再有一套招 就职业大 哦 这是在送 情形状 123 123 狂风式 蛮牛式都可以 这个地图大一点啊 这个对于咱们的玩家呢 也是比较简单 当然你可以看到天望难度啊 受到伤害之后啊 确实非常多 咱们看这一边的话 这张飞拿枪捅包子干什么啊 理解不了了 好了 接下来呢 是 好的 果然是曹丕 但是这次又是曹丕啊 这个 这个 啊 不能说又是曹丕 其实曹张和曹丕 不对 好的 漂亮啊 其实没办法啊 这个 因为他近血 所以说 死一个人还是 可以理解的 其实这种情况下 如果他用令的话 这怪物走死了 好了 可以看到现在 夜叉探海顶过来 呃 魏延有点变态 现在需要找一个 合理的输出位 呃 蛮牛式 但是被对方防住 其实很少有boss会防御的 你看这个 曹丕 他也是会防御 好的 蛮牛式接过来 非常小 哦 防御反接 看看现在再战A 还是要用必杀来顶 这个必杀的血量 其实并不是很多 看看 好的 123 1 跳A 好的 这个 为了保险起见 多用一些这个 攻击范围比较广的招式 好的 这个机会可以连 还是不敢 123 打起来 12 小心 好在这个魏延 犯灯 他居然跳到了外面 所以说现在这边张飞 果然是机会来了 再A 好的 12 咱们看一下第三点A 为什么他浮空了 这就是防止 同样的套路 被你练三次 所以说强制浮空 这个是没办法的 跳过来 然后再回身一追人 防住反击 狂风式 蛮牛式 123 狂风式 好的 就不放过任何一个下血的机会 再勾眼歪着 1顶过来 回身再捅 直接前前撞 123 直接一个最后一击 打死之后 咱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 虽然说死掉一个人 不过现在血量满了 基本上就是一臂通关啊 好了 最后一关 两个boss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就是吕布跟这个曹操 这个吕布跟曹操啊 在一起 那当然是难打了 是不是 曹操跟吕布 按理说 他根本就没有配合 他俩除了打仗之后啊 再就是白门楼 打完了之后呢 这个想想 结果呢 张辽 这个最后呢 是跟着曹操混 而这个吕布呢 就被杀死了啊 被刘备啊 一句话给干死了 好的 123前撞 一前撞 好 这么打法呢 是为了稳妥 还能再次的把这个吕布给连上 非常的准确 咱们看 现在扣过来 先把曹操打死 看样子 应该这样 123撞 好的狂风式 现在非常的憋屈 两个人 这个因为吕布 他老哈哈哈哈 这个是最赖的啊 AB防止这个吕布 在后面偷袭 好的 蛮牛式狂风式 一回身 再打这个曹操 好的 123前撞 123 反应速度很快 从后面批下了 一瞬间 直接一个AB血沙 不过这一次曹操的批 再前撞 123 哦 再次的跟血沙 但是曹操快死了 好的 再次的血沙 取消出这个夜沙淡海 顶过来 看看 好的 这样的话 剩下一个吕布啊 那基本上 就简单的要毁 好的 再后前手 顶过来 回身 123 好的 再狂风式 好的 再狂风式啊 在这里呢 小狼再说一下 其实他也不是没用这个C键啊 C呢 是有防御 他只是不放宝而已啊 而且不吃血 123好的 扣来 123下扣 直接一个AB 这样的话 直接通关成功 咱们可以看到真英雄 来自于新姐的张飞 移命通关 也就是直接说 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 好了 这个乱石枭雄 包括任何的三国战机的改版 小狼也会继续的做 呃 所以说呢 这个大家以后也是有眼福了 今天也不多说啊 也是说了20多分钟啊 将近半个小时 挺累的 咱们下期再见